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 节目的军武器言,我们的主持Larry 这一节是军武晚报 我们尝试以军武早晨,穆克兰五间战报 以及军武晚报,贯穿NHK每日的新闻线 其他剩余的就做一些分析等等的情况 希望大家喜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讲下晚报或早晨的节目,大家想听些什么 你想以走马灯的形式,听到几单 还是集中报道一两单的新闻 就可以跟我们说一声 我想每样都会有些朋友会喜欢 这一节,我们又要讲回乌克兰的情况 其中一个消息,其实都挺诡异的 因为这个消息其实未证实 但是有些中文文体,例如我们说 On.cc,即是东方,东莫 已经讲到煞有其事 这单是什么消息呢? 俄罗斯国防部,在昨日的时间表示 用了一个高精度的导弹 命中了顿涅茨克,在一个城市附近 就装载有乌克兰军队很多装备 其中包括他们的M142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 即是HIMES 摧毁了他们的发射装置 摧毁了连连运弹运输的装车都被击中 听下去,当然非常之厉害 真是如果被你命中都可以报一战之仇 原因在于俄罗斯这几天,由6月底至7月头 都已经没有了十多座弹药库 到最近,加上指挥所和后勤设施 没有了三十多个目标 这种打击相当致命 不够一个月就被你打了三十多个目标 平均一天都打了两个目标以上 相当夸张 这个形势这样打下去,俄罗斯真的不用打 所以你发现他们一定要想办法 去反制他们的情况 所以有一个这样的新闻 就说他们摧毁了仓库 其中会有鱼叉飞弹 有不少士兵,以及亦有HIMES 如果你能够打击HIMES 当然对俄罗斯的防御会好些 现时我们说到,乌克兰已接收了十二门 HIMES MS42 的火炮 这个多管火箭系统相当好用 如果根据我们说在七月头 大概是七月六七左右 那个消息说,俄罗斯又是当时击中了两架 HIMES M142 又摧毁了两架,加上这架是三架 我们要做一些fact check 以及我们今天都会和大家分析 这一单未能够fact check 到的新闻 其背后俄罗斯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以及最重要就是这个消息 究竟对俄罗斯的军队来说 可否提振士气或者有些实质作用 这方面我们今天都会做个分析 当然大家记得首先要按LIKE 很重要 按LIKE 以及分享我们的节目 可以分享给你三个或议商的朋友 Pay it forward 让更多朋友认知到现时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一些真割的资讯 因为真的往往有很多假消息 或者一些看似真的消息 都周围流传 我们也有责任 fact check 了消息 再和大家做一个切实的报导 另外,大家亦都可以帮忙按铃铃 按铃铃铃便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节目更新的通知 先说回新闻 主要的新闻是在17日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他们的陆基高精度导弹 命中了顿涅茨克 一个乌克兰的军火库 今次属于俄罗斯的空天部队 发射了一支远程高精度导弹 摧毁了奥德萨州的工厂仓库 裏面有北弱国家提供给烏克兰的鱼叉反弹飛弹 亦有打击到烏克兰军队第92机械化女 在哈尔科夫州的一个立时基地 你提到哈尔科夫州内 它殲滅了不少东西 包括殲滅了200位士兵 摧毁了超过10架架车 另外又摧毁了扎波罗尔州 乌军第60机械化步兵旅 第97赢 又将他们损失65人 以及10架特殊战车 你这样计算 俄罗斯军队最近都做了很多事 这方面 无论是真伪 我想在乌克兰那边都未必能证实到 暂时 如刚才所说 你打了鱼叉飞弹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鱼叉飞弹 现在在黑海来说 都是威胁着黑海艦队的情况 在黑海艦队 我们说鱼叉飞弹 如果攻击它们 有些登陆艇或其他快艇 我们说吨米比较小的 都会受到鱼叉飞弹攻击 而我们说过它击击伤了一些登陆艇 还是于几相小的 黑海艦队的水面艦 基本上都好像无太多作用 即是喪失了它的作用 甚至乌叉飞弹 亦将它间接使得乌克兰军队夺回射射到 中官現在沒有人敢上去 亦見是因為在烏克蘭的交叉火網中間 是一個Q Zone 烏克蘭雖然不上去 因為上去亦有機會給俄羅斯遠程導彈攻擊 但現在大家不上去 亦令黑海自由 為將來開通涼度開設基本條件 大家亦都看圖 這裏有一架俄羅斯軍隊 據稱在烏東地方 一個無人機拍攝的片段 在圖中圈住了疑似 一架MH42 HIMARS的高機動多管火箭系統 拍攝在這裏為止 之後的片段會在這裏炸到全部都是煙 根本看不到下面 殘骸都無法看 所以很難能夠判斷 究竟它是否真的攻擊到M142 不過當然我亦都嘗試在這片段裏 先看看它與M142的對比是如何 我輕輕找了M142的一些對照 和大家一起去看看它 M142 大家觀察 其實車子是這樣的 待會我們亦都要對比另一個 他們早兩個星期前提及 擊中的M142 的情況 大家大概記住 重要的是這個是彈藥盤 這裏可以塞到六飛的火箭彈 這裏是舉星的吊臂 然後大家觀察外形是這樣的 上面就是這裏 你見到這裏有三管 下面有三管 樣子就是這樣的樣子 然後我們再跟它對比一下 對比一下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外形也不可以說它完全不像 但是你會觀察到 包括這裏的形狀 距離我們說的車頭有點遠 來大家看看 其實這個摺位 這個摺位其實應該沒有那麼遠 而且這裏有一個東西頂出來 所以其實都很清楚會看得到 但是你觀察到這裏 就好像有一個洞 陰影凹下去 所以其實它反而像 我們來講一些Truck 即是比較像一些Truck 例如我們又看看其他 例如這一架 這一架其實就不是HIMAS 它是屬於開童 它都不是蜜豆車 後面是開篷一點 是卡車還是Truck 這架是甚麼呢 這架就是我們講的M1083 就是另外一種卡車的情況 待會我們都會講 大家看封面 你見到 我們稍後都會講 俄軍經常說 他們打了HIMAS是這樣的 M1083 實情 這架究竟是M142 我們稍後會再在相片上看看 Anyway 你見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看到這張相片 我感覺它是像M1083 你見到其實像是開篷 比較開篷的車 就不是像M142這種比較蜜豆 所以你給我感覺 其實就像是這一架 就多於我們講 是像M142這種 所以你說TURNOUT 這個炸到怎樣呢 這是其中一個情況 兩個星期前 他們亦都有一張相片 拿出來給大家看 就說炸這個M142 你看看炸到怎樣 但是我們都這樣說 你將這架 車和這架做對比 是吧 即是立即你會見到 有些相似的感覺 所以你認真點看 其實這架 會不會就是我們講的M1083 大家可以做多一點對比 所以你觀察 這架像不像 即是我們平常講的M142 是吧 即是M142是這樣的 這樣 這樣 我相信都自有功倫了 其實你看到外形 都不要說其他東西了 其實都有點像 其實就不是 這架炸到滿目倉儀的 就應該不是M142 這個就不穩定了 即是炸到 我相信它是炸到的 是炸到的 不過你想如木棍珠 拿炸到某些東西 普通的Truck 就用來扮M142 就比較過分 我們說早兩個星期就是這裏 當時有基地 他們炸這些Truck 又是用無人機記錄下 當時有兩飛 就中了兩架 事後的片段 你都看不回那架車的殘骸 讓你看那一刻 就已經是這一刻 只是左手面這邊 右手面我們和大家拼圖出來 很多地方不同 大家看 我們都有這些位置 你可以慢慢看 逐個跟它對照 車的情況 其實老實 都不用太認真看 你都知道是不同的 所以這些吹水的前科 其實俄羅斯實在太多了 Anyway 我們都說回小伊古 小伊古去了烏東的前線 主要都要視察頓巴斯的地區 包括他們作戰的俄軍部隊 他們現在都有一個命令 就是下令盡快優先打擊海馬斯系統 主要是一些遠程導彈和火炮 要先將他們擊位 我們都看回他們的東部集團軍司令 穆拉多夫 這位中將亦向小伊古報告 說回戰鬥任務的進展 小伊古的說法 就是現在烏克蘭打擊能力加強了 所以一定要先攻擊到他們的遠程武器 另外亦有表揚到 我們今天的戰報說 蘇洛維金 一個是南部軍區司令 以及中央軍區司令拉平兩位 但你見到現在 很明顯小伊古都是憂心忡忡 如何去對付M142 海馬斯效應實在太強了 你觀察到他這樣炸法 真是連俄羅斯充足的彈藥庫都不停給你打 理論上 就算被你炸了 俄羅斯依然可以在大後方 不停運送炮彈過來 但被你這樣天天炸 他們的後勤運輸能力就要很大 而且每天都在倉庫這樣搬出來 你會想到有多折騰所有的後勤部隊 真是你前線都未出事 後勤都出事 所以這一刻我都可以這樣說 其實都是一個幾危險的一個境界 你見到小伊古都發覺都不是開玩笑 當然我們講到海馬斯火箭系統 首先在烏克蘭軍隊上 我們相信它一定是一個分散的佈置 不會一個地點全部集中在海馬斯 我相信這個也挺肯定 否則對他們來說 這麼珍貴的資源 沒有一架是相當之雙的 現在老實說只有12架 所以我絕對相信在保密功夫上要做得很足 因為之前大家記得在尼玉夫附近 相當接近波蘭邊境的軍事基地 當時洩漏了重要情報 所以導致那裡的軍火庫被俄羅斯的導彈襲擊 一浪浪的導彈的口徑飛彈攻擊 捉了沪艦 其實它也是屬於國際擁用軍 那邊滲透的俄羅斯間諜 所以我相信經過這個教訓 他們真的需要更換很多東西 另外我們那裡的澤尼斯基 也將他們的安全局局長更換了 所以接下來應該對情報保密方面要做得更好 所以你說會不會情報竊物令俄羅斯知道 又或者是俄羅斯本身的情監禁做得好呢? 我們覺得俄羅斯現在前線的情監禁是有改善的 即是我們得到的情報 他們都不停派出很多不同的無人機 去附近做一些搜集 不過始終都是比烏克蘭的情報差的 而且他們缺乏了一些大型的無人機 例如我們說好像RQ-4、MQ-4等 即是這一類大型的 連MQ-9都沒有 中國也沒有辦法 即是現在制裁底下可以借到 例如逆龍、彩虹給它 所以俄羅斯是很無助的 在程度上 純粹以衛星的片段去搜集 就不是特別準確 在這一刻 所以我們也觀察到就是 要攻擊到凱瑪斯 首先在懲監禁上 俄羅斯來說 就不是一定不行 但首先是比較困難 第二個就是打擊的問題 打擊究竟它用什麼去做打擊呢? 當然你說用火炮做打擊 也沒有說不行 不過大家也知道 例如我們說 他們的BM-21、BM-27、BM-30 例如Smerch 是打得遠的 隨時增程型可以打到超過100公里 問題不準 所以你要這麼精準打擊 你就不要預測它了 所以我們相信 如果打擊的話 就絕對不是火炮 很有機會第一 用口徑巡狼飛彈去做攻擊 有些可能比口徑更加準 就是我們今早五間節目說的X101 X101這種巡狼導彈 理論上是會準很多 而CEP的偏差應該會更小 所以導彈的導彈 導彈打中庫存的機會高 但是它有沒有這樣的情報 加上有整個殺傷鏈 我們就有點懷疑 所以這一刻 我們都未能夠 百分百肯定到 是否真的打擊到 能力上不可以說它沒有 只不過我們比較懷疑 第一個就是殺傷鏈 由始至終的完整性 包括由你搜尋發現 然後鎖定攻擊 最後鑑定 五個程序 我們就不知道 俄羅斯真的做到多少個程序 例如你見之前 烏克蘭真的打擊到 14個Dareports 整個殺傷鏈 他們真的做到足夠了 亦都保證到 他們能夠成功擊傷了 多大部分 俄羅斯的彈藥庫 當然少依谷經常性都很擔心 現在HIMAS的情況 主要原因是因為 海馬斯 烏克蘭人的說法 就是想瞄準 克利米亞半島 那邊有進行攻擊 即是說 很有機會 我先想 現在攻擊克利米亞上早 但他們有機會先攻陷赫爾松 如果攻陷赫爾松 尼古拉耶夫這邊 其實相對對克利米亞 真的會近很多 先攻陷赫爾松 下一個目標也算不快 克利米亞 下一個目標 絕對是馬利乎波爾 然後是梅利托波爾 等等的城市 如果克爾松真的失手 很快便會攻擊到 梅利托波爾 馬利乎波爾 完成這些城市 奪回亞速海之後 下一個目標 必然是克利米亞 所以為何對M142 這麼忌憚 都不是沒有原因 到這一刻 老實真是催不上 而至於 你說要打克利米亞半島 即是跟俄羅斯本島連結 那條黑赤大橋 這便是豪華 但我相信 如果你一步一步 向著克利米亞 亦步亦催 先攻下克爾松 再打下梅利托波爾 最後吃完馬利乎波爾 能夠光復成為烏南領土 其實克利米亞半島 和黑赤大橋 都是急急的危 到這一刻 可能又回到俄羅斯 經常說的核選擇 核選擇 原因很簡單 因為常規武器實在 已經被烏克蘭大幅削弱 英國國防部說 它已經削弱了 差不多三成的地面戰鬥力 三成或以上 我們就當它三成算 我們就不太趨 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其實三成已經很要命 你見它們的BTG 如果沒有三分一 即是平均 我們說一架坦克 裡面三個人沒有一個 你就會想到整個BTG的運作會怎樣 一個不完整的BTG 以及不順暢的BTG 以往操作了這麼多年 有些老兵和新兵的配合 已經做得很久 現在很多老兵都死去 職業軍人的離去 剩下要重新操練 重新訓練新兵 這樣又如何提升俄軍的戰鬥力 以及現在由華加納集團 即是Wagner Group 主要去招募新兵 這批僱傭軍 應該和現時現存的俄羅斯正規軍 應該將來會有射射射衝突出現 究竟我們說說小伊古、普京等等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我都覺得俄軍將來都是個頭痛的問題 我們做個簡短的總結 我覺得俄羅斯有沒有能力攻擊M142 亦可以派出精準的導彈攻擊海瑪斯系統 當然,前提第一,你要知道海瑪斯在哪裏 這方面的懲監精能力是有懷疑的 第二個是整個殺傷鏈 包括由搜索、追蹤、鎖定、攻擊 最後要做一個評估 這五部份,究竟俄羅斯整個殺傷鏈做成怎樣? 我們看今次的戰爭,這個殺傷鏈是殘缺不全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最後是被你全部攻擊到 但你肯定鎖定到最後這個就是M142 都可能不行 所以我們都相當懷疑這個情況 我不會說他沒有這個能力,但我是懷疑 今次的真偽程度暫時未能夠說服我 好,這就是我們今天晚報的情況 希望大家喜歡 另外,大家可以幫忙 包括底廣告、訂閱我們的頻道 另外,亦可以包括銀行、Payme、轉數快 輕貨金支持我們 大家亦可以分享我們的節目 多點留言和Like 好,我們是節目主持Larry 我們在其他世界防禦消息中 再見,拜拜 拜拜